軟軟軟滑堆堆的鬼口水 看起來就好好玩 大小衛匯抽驗市面上20款樣本 發現部分樣本有以下潛在風險 家長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彭砂或彭酸是製作這類型玩具的主要原料 有機會用在洗衣液、洗潔精等 涉入中至高劑量的彭可以引致作嘔、嘔吐 長遠更可能對個人的生殖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DBP塑化劑常用於黏合劑 有動物研究就說重複接觸DBP 可能會損害動物的肝臟 對動物的生殖系統造成影響 小朋友經常接觸DBP和其他玩具的塑化劑 會增加長遠健康風險 測試入面有超過一半的鬼口水染出 防腐劑CMIT及MIT 部分濃度更高於歐洲玩具安全標準建議的上限 有機會令皮膚癢養、紅腫 甚至增加濕疹復發的機會 鬼口水很容易就會造成微生物滋生的溫床 今次部分測試樣本的衛生情況強差人意 染出的耗氧性微生物總量 超過歐盟建議限值的23999倍 小朋友接觸之後有機會出現細菌感染 眼睛發紅、腸胃炎或發燒等症狀 小朋友玩鬼口水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衛生 千萬不要碰到眼和嘴 玩完之後一定要徹底清潔雙手 想知道測試結果和哪些樣本有問題 立即看今期選擇月刊的測試報告